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他還沒有確診 確認他是過動症 那可能一件事情譬如我說 桌上有一坨衛生紙 請你幫我拿去丟掉 那是他剛剛自己醒來 我想要訓練他自己 整理自己的環境 想一次 他剛剛不是說好嗎 怎麼沒有去做 又講第二次 他又說好 講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時候我就生氣了 不然我說這個孩子是不是怪怪的 是不是 怎麼怎麼講了 講不聽 然後聽了又記不住 這樣子 所以就後來才跟醫生去確認說 啊 他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真的注意力不管其中 兩個小朋友 可能在打打鬧鬧 但是因為 他已經被知道說有過動症 所以呢 老師就會很下意識的認為就是他去弄人家 那所以呢 原本可能應該被處罰 或是被 被 被這個 訓斥的小朋友 反而逃過一劫 然後獨留他承受人世間的痛苦 有特殊 特殊需求 兒童的家長 除了去要求 別人 譬如說我要求你們同理他 之外 我覺得其實這個可以不用做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教會這個孩子 怎麼樣去跟世界 相處 譬如說我會跟他講說 恩恩你有過動症 你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 那這樣子的你 別的同學可能沒有辦法跟你成為好朋友 你可能追不到女生 可能你喜歡的女孩子會 太怕 那你只有 想辦法把自己的行為 做到大家可以接受 你才有辦法交到更多的 好朋友 然後大家才會 以平等對待你 這樣子 我反而會去跟孩子 講這一些 我不會去要求別人同理 自己的孩子 我反而會 試著盡量去告訴他們 怎麼樣可以 融入人群之中 讓大家可以接受 有時候老婆 他比我還自由派 這樣子有時候我覺得 他們現在可以自己拿油卡搭車了 因為 太太陪孩子的時間還是稍微多一點 那所以有時候他跟我說 他們今天自己搭車去 去上 上安清班 去上跆拳道課 我都會 在劇組我都會很害怕 他們搭公車 會不會有危險 他們會不會 對啊 因為也是有兩三次 他們兩個等公車等了四十分鐘 等到一個令人匪夷所思 這樣子 然後呢 兩個哭著回來找媽媽 我沒有搭到公車 就是 就是會有這些成長時候的好玩的事情 但是我太太比我 更放任 更加給他們更多的致命 好可憐 好可憐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毅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